聖誕節最適合看的浪漫 我要先回答 好來 1 2 3 Love at early 媽媽經部分結束 我要睡著了 來 我沒想到我裡面先裡面再來會 我們下次開一集媽媽經 要裡面一點的東西嗎 有嗎 這一次都很那個耶 但我是個壞小孩 你知道我媽講我最可能是什麼嗎 我就是 我就 可能那時候你氣頭當 我就說 媽你教不會有任何東西 你就好好當一個媽媽 讓我 讓我吃飽飯 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就好 我曾經跟我媽講我 那麼難聽的話 哈囉你們好 我是李麵先生 我是李麵太太 你是誰 我是李麵太太的妹妹 李妹 所以她是李麵妹妹 我們只聊一些 李麵的事 2020終於快過了 這令人討人厭的一年 然後我們也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相信大家已經對我們有很多的疑問 我們今天收集了 大家有多少個問題 我覺得大概100個有 嗯哼 超多的 真的 就麻煩 就很多 對 就麻煩我們的李麵妹妹 今天來跟我們一起回答 大家在2020所遇到的問題 就先開始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個人問說 要怎麼愛自己再愛別人 好難 妳先回答 就是一開始就太難 對 妳問一開始就好 嚇我一聲 沒關係 我可以 我想一個辦法 我也可以 要先怎麼愛自己才可以愛別人 這句話 我覺得 當妳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妳其實對愛自己這件事情 妳已經有質疑了 我覺得可以透過一個練習的方法 在睡前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非常好練習 就是妳可以試著把眼睛閉上 然後呢 跟自己說話 就譬如說我每天晚上會先從 謝謝我自己開始就是 喔 謝謝Lenis 妳今天辛苦了 然後 我會從 謝謝頭髮 謝謝我的臉 謝謝頭髮好可愛喔 謝謝我的嘴巴 這是以後技術的科學 妳記不記得 謝謝我的聲音 光的課 謝謝我的耳朵 然後還有光的課 我就會先從 謝謝自己開始 然後當妳把 全身上 像妳想到器官細節完之後 妳就會有一種 安定感 然後那個時候 妳再來想說 對 我今天都那麼辛苦了 感謝我所有器官成就我這個 我幹嘛不好好愛自己呢 所以 如果妳要 嘗試讓自己愛自己的話 妳要先懂得 感謝自己 因為2020 還有現代人 每個人壓力都很大 妳要先懂得 感謝自己之後 妳就有辦法去愛自己 甚至才可以愛別人 喔 好暖心的開頭喔 我回答完了 妳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算是需要花時間的 一輩子的戀口 對 因為我到現在都還很容易 不愛 不是到很容易 他比以前好很多 像我以前會花很多時間 在痛苦 嗯 譬如說哭泣 這些 像我現在還是會 很多情緒 像有時候我情緒來說 會眼眶有淚 可是 我會 不會去鑽那個 痛苦 我不會回家哭 我會當下 就是哭完 然後就譬如說體驗在旁邊 然後就是 哭屁啊 就會 就是我會去找人相處 我覺得 不愛自己的人 就是其實他 不好玩的人 也不幽默 不好笑 所以我覺得 愛自己 可是會比較封閉自己的人 對 然後他對自己很嚴格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很放過你自己 就是覺得說 你就是做不到 也沒關係 因為 像我那麼 就是這麼極端的人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 keep這個body 這就是很不讓我自己愛自己 所以像我今天說 好想吃東西喔 我覺得這就是很愛自己 就是吃吧 就是要放鬆 和舒適 對對你講的很對 如果用吃來 就chill legs 打個廣告 就是要chill 又要relax 可是這真的是 不可能 最高境界 對我覺得像我 我就常常跟他講說 我覺得爸爸好厲害 因為 我們那麼多情緒的人 他就是他還可以看電視完全不理會 因為這很難耶 對我來講 我會容易就是 在聽旁邊 喔有人吵架了 啊怎麼辦 要幫忙嗎這樣 對我覺得就是你要很focus 自己想做事 譬如說我今天就是要去看一場電影 是 不要被影響 像我就是這樣的人 就是你不要想說 喔我還要約人或幹嘛 你想做什麼事 想吃什麼東西 你有那個能力的話 你就應該鼓勵自己去做 不要因為被朋友影響 會被約不到別人 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 你今天想做什麼事情 不應該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去阻擋你 對 就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覺得這真的蠻重要 沒錯 所以像當你自己舒適自在的時候 你跟你自己相處也很開心 這樣子你找另外一半的時候 或是你是很 不是因為我想找一個人陪伴我 是more like plus 對 plus 已經很好了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 怎麼講 很自然而然的主人 一起 move forward 對 講到電影 有人問說聖誕節 他還會連結好可愛 好棒喔你妹妹 聖誕節最適合看的浪漫電影 我要先回答 我就是 我就是個非常老靈魂人 但不會是同一部吧 每到聖誕節 我要跟我們一起 你要一起講嗎 我覺得我跟你不一樣 我覺得我跟你不一樣 反正我現在心裡有答案 好來一二三 Hom Alone 你是什麼 Hom Alone 我聽說Homolo 兩個都非常經典 兩個都非常經典 Homolo 是哪一部 小鬼當家 我有一部想推薦給大家 我就是屬於那種在節日前 我大概每個月 十二月初就開始聽一些聖誕節的音樂 跟看一些聖誕節老弟 譬如說小鬼當家是我最愛 而且一定要看一二集 我大概一天看完 然後會再看一個 101次新年快樂 那部也很棒 所以其實你比較喜歡 幽默一點 就是開心一點的 我喜歡節日氣氛很濃厚的 我要推薦你們一個 對 所以小鬼當家 我是比較偏有你愛情的 所以我是愛是你愛是我 你內部真的超重我的 那部也不錯 對 我要推薦你們一部 如果你喜歡這種節慶 因為這部是我大概三年前在上海 然後在看Jimmy的 就是他舊的DVD的collection的時候 看到了 然後我沒有看過 然後他就說這部很好看 我們就又重看了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那麼晚 我才看到這部電影 因為是2006年的 然後是要做 Last Holiday 我看過 然後是那個Queen Latifah 就是那個 我也看過 Classic 他想要去住在那個很貴的Hotel 那個 很好看 這部我真的看完 覺得 為什麼那麼晚才告訴我 那麼好看的電影 然後也是很有聖誕節 但因為它是冬天 我看過的時候 我忘記劇情是什麼 感覺就是可以再看一次的 很好看 讓我們大家來看 對啊 這部我覺得如果你還沒看過 你可以去看看 對 所以總結我們三個人講的 聖誕節 我們推薦的就是老電影 下一個問題 覺得現在的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 雖然很靠近人生目標 但不是很開心 嗯 我的觀念就是 因為工作佔你的人生大概 你每天時間大概60%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沒有辦法 讓你得到成就感跟開心 然後剛好你又不是那麼care的時候 或你有一筆存款的 我其實蠻建議你可以再找一個 跟自己理想的生活相近的工作 我覺得對自己的心靈也是比較好的 當然我知道不是每個人 有條件可以這麼做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選擇的話 我希望每個人做的工作 都是可以跟你的興趣相關 不要只是單單為了錢 嗯 我跟他一樣 因為我覺得工作 就是融入生活 我是喜歡一起的人 我不喜歡分開 就這樣 在那個永康街的 在旋律過爹 所以我真的覺得 而且 就像他剛剛講 你可能60%或80%的時間 而且像我這種很會想的人 我工作也是帶回家的那種 我不可能分 分不開的 所以現在這個世代很好的是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選擇權 只是 像他剛剛講 可能你有很大的經濟壓力 或什麼 可是你可以慢慢改變 你不用一下子要跳到那裡 因為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 但至少要願意改變 你不能就嘴巴很不開心 然後你就跟我們今天聊 就是 你明明不喜歡這個男的 你還要跟他在一起 就像戀愛一樣 就跟戀愛 公眾跟戀愛一模一樣 你看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如果你要想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想要待在這個公司的話 那你就要 做出改變 或是 你可以找到 這個 其中一樣事情 是讓你有很大的收穫的 有成就感的 或者你策略性的轉行 譬如說你當下 因為你可能要在台北租房 你必須要有個工作 維持你生計 OK 但你要想要為自己鋪路 怎麼樣去轉換你的興趣 譬如說你的興趣是電玩 你就是fashion 你想要做網拍 你想要之後換到 從事相關工作的地方 那你就要有所準備 譬如說你要補習 然後在你工作室裡去吸收一些 你對你未來有憧憬的工作的 那個領域的知識 靠近 我覺得你要練習靠近 而且不要怕 像我們從小就選演藝圈 其實Rachel也算半個 你也是選比較娛樂業的東西 像fashion 活潑一點的 創造一般 我們其實很過 我們是革命來的 就是 不是像你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是這樣 大家都好支持 我們每次跟父母革命過來 對 他一定革命 我一定革命 甜甜看過我 對然後甜甜也是革命來的 所以很多人會說 因為你們有這個條件可以 可是 我覺得先不管金錢先撇掉 是我們跟我們的父母革命來 就是我們 我很喜歡唱歌跳舞 我很喜歡唱歌跳舞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想當的工作 然後現在我當然就很喜歡當主持人 像一婷 來 有一位日籍男友 一發脾氣就無法收拾 很固執 都是我在讓步 可是平時都很愛我 愛挑與病怎麼辦 我覺得 就分手啊 沒有 但這要取決於你有沒有跟他溝通過 如果溝通之後他還是沒有想要改變的話 我覺得任何一段關係裡面 都沒有人可以強迫自己 或是只可以他當王 除非你天真就是願打願愛的那一型 那你們很互補很好 但如果他的行為讓你不開心的話 然後溝通有沒有用的話 基本上就是分手 嗯 我覺得這種愛情題我都會覺得 哇 既然這麼已經這麼 就是你講得出來 對 那你在一起到底你怎麼 可是我真的很難打 是因為我覺得很多 當局者迷 對 我們今天才又在聊說 愛情真的很難打 因為有些 我就是走了這麼多這麼多的 坎坷路 我今天才這麼確定 我跟Marco是可以結婚相處 而且就算有什麼不能接受 你也會覺得 我想要克服 我想要跟這個人是一個team 找到方法 對 我覺得如果你跟這個人沒有一樣 你有那種team 就是那種 團隊感 其實 其實就是在談戀愛 就是enjoy吧 你就也不用想太多 因為會走下去都會走下去 沒錯 因為像其實 對於像我跟Jimmy我老公 Jimmy是一個 他也是很固執的 而且他是那種 對我還記得 跟你 他確定 他決定的事情 他就是 他要買球鞋 他就一定要買球鞋 就算大家要往右走 他就一定要往左走 對 所以像我如果跟他有一些 意見不合 或是我們其實就是 我想要跟他磨合的地方 我可能像這個 我會跟他聊天聊到 哇 先去脫衣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太多了 翻鞋了 我繼續說 對我會跟他聊天 像 有時候會聊到兩三點這樣子 然後就是五六小時 就是一直在講 不是你啊 我是話老 我很愛講 我會把所有的事情 而且我很喜歡舉例 然後再讓他 然後到最後 他會真的就可以 莫名其妙就理解 所以Jimmy就是屬於那種 見招拆招型的 沒有就是他就是要被你講 我跟你講 我覺得好像 如果沒有人跟他講 他會 不太知道 原來這樣子做 其實是造成別人的煩惱 造成別人的困擾 或是我的困擾這樣 所以我覺得 其實 讓我也覺得 跟他在一起 有一點壓力 不是壓力 我覺得每段關係都有壓力 可是我覺得 跟他在一起 這個是我跟他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維持一下 然後我覺得 是我們一起成長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雖然在怎麼辛苦 我覺得 這個溝通的過程 是很花心思的 但是 覺得是 我們的婚姻 跟繼續做下去的方式 我覺得每段的關係 每一段的戀情 跟每一段的婚姻 都一定有你們獨自的相處的方法 跟 沒有人是完美 對 沒有人是一樣 也沒有人是完美 但是 一定要切記 一段關係之中 如果你不開心真的很久了 然後溝通真的沒有用了 對我來說 就真的比較沒有意義 當然 如果你今天問我的話 對我來說當然就分手 但是 我也不可以那麼斷定的跟你們講 你就只能分手 maybe你還想再試試看 但通常啦 到最後也都是會分手 謝謝 下一個 而且不要接 加油轉 不要勉強自己 不喜歡 其實 就在一起不開心 其實就是找讓你開心的人相處 對 我覺得要讓你自己最開心就對了 沒錯 下一個 謝謝 下一個 不要怕很怕口 我們不怕的 乾杯 我是新進公司的新人 公司有個大肚子的同事 好像不想教我東西 我該用什麼態度面對他 哎呦 人家孕婦就情緒比較多 比較容易累嗎 但你新進一點就不要問他 你就問另外一個嗎 對啊 孕婦真的是 那個妹妹嘎嘎嘎 我知道 真的 不要惹孕婦耶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對不對孕婦你自己講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是自己很多小劇場 譬如說你認為他不想教你 搞不好他已經在教你了 他認知的教你跟你認知的教你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在意的話 你就說 哎你多教我一點 就是我覺得要幽默一點 不要自己就 好像就是他不教我這樣 你就越放越大 其實搞不好就是 哎喝一杯啦 我真的很需要被人家教耶 就是怎麼 我真的都不會怎麼辦 就是你自己也要懂得提出疑問 對 然後你也不要自己畫一條線 你可能覺得他看起來很兇 因為我想說也會這樣 我看到比較嚴格的 像我的經紀人姐姐啊 或什麼阿姨的 或是那種看起來很厲害的阿姨 我就覺得他一定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種 這種真的要常常把腦子拿掉 就是你自己先放下 就是你可能覺得他很可怕 或者是他不教我 這些東西拿掉 你想學什麼你就問 如果他真的不教你就問別人 那他也沒有 就是你也不用怪他嘛 因為他就像他剛剛講 可能懷孕還有他自己的 人生 對 然後他的個性可能就是這樣 那你就不用去鑽那件事情 要不然這樣會很辛苦阿 然後如果他那邊也問不到解答 問別人公司那麼大 真的有別人可以回答你問題的 不要只有想一條路 對 有很多運問我就是可不可以 我一次回答完 可不可以喝酒 可不可以染頭髮 可不可以做指甲 可不可以喝冰的 可不可以愛愛可不可以 還有什麼阿 差不多了almost這些 I don't know 但是我很做自己 可是呢 我不會故意去做這些事情 就譬如說我現在雖然很想來一口啤酒 我會來一口 然後 但他不會過量 對 因為我覺得快 不是說過不了 我覺得是你自己當下需不需要 像我有些朋友他們也演所謂過量的好幾個shop 可是我有些朋友他懷孕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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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喝這麼多的喔 可是他這樣不是天天 就是那種真的是 我很需要酒精 嗯 你覺得我今天真的要party一下 我覺得這是無傷大雅 可是 如果你平常沒有在喝 如果你平常沒有在喝這麼多量的人 不要這樣 就跟做那個孕婦可不可以做運動一樣 如果你平常沒有在中訓 你突然想做運動 你不要一開始就拿很重的東西 你就要慢慢來先拿個寶特瓶 對 然後關於就是能不能愛愛什麼 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只要你覺得舒服就好 一次回答完 拜拜 那順便問Kitty 每次留言感覺你都好像看不到讀不到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是緣分耶 因為真的很多 然後我真的很努力的回 因為我這個個性也是那種 你人好好喔 因為我喜歡 我喜歡把它clean 就是我覺得有這麼多問題就要回來 可是根本不可能嘛 可是我懂 就是我 我提問題的人 是真心的想回答你 所以 但你成功吸引到我 可是你怎麼沒有在下面問問題呢 可是我想要跟你們講的是 就是 就是你們知道現在自媒體很發達 其實我們每天都吸收很多的資訊 然後當你今天你要詢問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你的問題問清楚 有時候我常常沒有來刷一些思緒 就是 什麼什麼什麼 可以怎麼樣嗎 其實你這種沒頭沒尾的 也沒有禮貌的 基本上我看了你就不會講話 我覺得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緣分 我才說頻率 對 有些人寫的問題我就會 而且剛剛好我就知道 欸就看到了 對我就有看到 而且我就是腦子裡有答案 可是有時候我就是 像我最近有跟Ritor講 有一個網友前一陣子就是在我那個 他捐的 就是他那個一歲 滿月抓粥的時候 有一個網友就寫了一個很長一篇給我 他就說他是 新加坡的一個幼教者 然後他看到我的直播就是 我跟我小孩好像不是很親子 跟保母親 他就想給我一點建議 這個留言很重我的心 是因為當時我也在煩惱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有進到我的心裡 所以我沒有馬上回他 他是一個很深的題目 因為他就說 小孩前三歲應該要自己陪伴 不能有他人照顧 可是這件事其實很讓我當一個媽媽 是非常辛苦的原因是因為 我當初想要組織家庭 不是說我就是要完全變家庭主婦的人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這一點 可是生了小孩以後 你真的就會不一樣 然後重點是我後來隔了 大概兩個禮拜吧 寫了一篇也是蠻 我突然找到一個文章 救了我一命 因為那個文章就是在寫說 小孩子只要爸媽快樂 其實他是誰帶大的 都無所謂 但是父母親一定要很快樂 然後我看了那個文章 就覺得好像那個文章 突然救了我自己 因為我兩個禮拜 好像花了十天在煩惱 就是睡覺也睡不好 會覺得 I'm bad mom 我又不帶小孩 baby I'm mom 對 然後我很不ok 我怎麼這樣 然後開始就懷疑人生這樣子 可是那篇文章 就寫得很清楚 就說現在很多人就是被這個 然後這個就憂鬱來了 因為你就會去強迫 對 你就強迫你本來不是你的 你要改變你 可是又是很奇怪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問問題 我也在成長 所以有時候真的就不是故意的 就是 因為你也不是Superwoman 對 我也是 我也學很多在網路上的老師這樣 對 所以不好意思這位小姐 下次 你這樣問問看我 可以回答到我希望 所以你這個留言下面 應該問問題 這樣我一定會回答 但字數有限制對不對 I know 對啊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問我們問題 因為你知道嗎 我覺得世界上的白白種問題 它不會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你們願意問我們 就是一定對我們有一點信任 想要聽在我們的觀點上 會怎麼樣處理這樣的事情 也很謝謝大家 但不代表我們講的 就一定是對的 適合每個人的 我們就是聊聊天 對 我講的東西 可能是跟我的人生經歷 跟我的工作 跟我的交友狀況 還有我人的中心思想有關 所以 人的表情是 人的表情是 極力利人 極達達人 極所不欲 他無失於人 如入表情是 表現的劇情的行為 像 然後我想說 你們為什麼你們在唱什麼 怎麼可以唱歌 而且 我不會耶 我以為我會 我剛剛 因為 然後 不曉得你明就在沖繩的那時間 不學亮 對 不學亮 還有跟曾寶怡耶 等一下 有很多很像的 等一下 媽媽一直說 她覺得我男友 是個不會打拚的人 媽媽說她看得出來 我無解 但我認為不是這樣子的 來 我 每個家庭不一樣 但是我通常對於我爸媽跟我講說 你旁邊朋友怎麼樣 或是你應該怎麼樣的時候 我都會很認真的 針對她的問題 來跟她解釋說 我會想做這件事的原因是什麼 以及我這個朋友她是做什麼 她只是 她只是可能看起來比較隨性 比較 比較chill 但她其實是個很認真的 因為我覺得 父母可能 有時候太過於擔心孩子 你會只有可能一張照片 或一個影片 對孩子身邊的人 或是孩子的成長 做出她一定的見解 但你們都要記得 人生是你們自己的 我覺得 只要不要做壞事 不要去害人 你就會認為 你認為是好的事情 好的朋友 你就應該是繼續維持 對 因為 老實說 父母講的東西 就是follow your heart 我尊重 我尊重 但是sorry 要不要tag it 是我的權利 然後我對我自己負責 這樣子 就像我媽媽以前也是比較 我媽媽雖然比較 所以有批評 judgment 可是不是那種很壞的媽媽 是那種很正常 就看個電視會說 但我是個壞小孩 像我媽講我罪恨人是什麼 我就 可能那時候也氣頭上 我就說 媽妳教不回我任何東西 妳就好好當一個媽媽 讓我吃飽飯 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就好 我曾經跟我媽講過 那麼難聽的話 可是妳只是講話很重 可是妳心裡是一個很瘦 其實我當下是非常想安靜的 所以我覺得我爸媽真的很好 因為他們找到跟我相處的一個 一個balance 他們就知道我早上的時候 我很喜歡安靜的吃完早餐 所以那時候他們雖然也會在旁邊吃 但他們就不太會跟我對話 他們也知道 對我這個小朋友的方式就是給我空間 因為妳也有很清楚的講出來 好好說話這樣子 對 對 也不是無理取鬧 對 所以就是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 不要回去跟你媽講這種話 不要拿我們押父母親 OK 妳也要看看妳的狀況 裡面先生說不用聽媽媽的話 我很愛我媽跟我爸 但對 媽媽的 還是晚上唱歌 對啊 我剛剛也在講一講 那我講到這個 提帶小孩跟保母這件事情 我要上一題 對 因為我覺得這題應該蠻多人會想知道 對 然後妳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她說找不到好保母 Kathy都是怎麼跟保母分工的呢 是住家保母跟開心同一間房嗎 我跟你講 保母這一題在我 就自從有小孩以後 在我人生大概 就是 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九十吧 因為就除了老公以外 妳家裡突然住進一個人 然後還有小凱希 還有一陣子老公不在 對 妳完全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也是那種不喜歡跟她住的人 那 所以我才嫁給我老公 因為我們很像 我們兩個都是那種回到家 不想講話 我們可以 躺在床上她做她的事我做我的事 然後我們不會judge對方 我們不會說 欸不要再躺了好懶 她有時候比較會提醒自己 我就是那種完全就是 我現在就想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這樣也沒有錯 我現在就是 I want放空時間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到這裡 妳這跟什麼跟寶姆分工 啊 因為她是24小時會跟你在一起 對我是寧24小時的 然後大概月休一天 欸不是講錯了 月休一天 週休一天 對啊太辛苦了吧 月少就是沒有休 月少就是前 就你如果從月子中心出來 或是生完小孩出來 就待滿30天 那就是30天 但是我覺得那真的不是人做的 我常常會鼓勵我寶姆去休假 好OK By the way 很難 因為等於是在跟一個阿姨 或是媽媽相處 就是你多一個阿姨或多一個媽媽 要看那個年紀啦 所以有些人喜歡用比較 年輕一點的 有些人喜歡用就是有經驗的 每個人不一樣 我跟老公喜歡用有經驗的 因為我們喜歡安全感 因為我們是習慣說給他帶的話 我們不會有擔心 是 年輕人當然也不是說擔心 可是我們真的是蠻相信經驗的 這種事情 好 我快速的講 因為這題真的很多人問我 我跟你講就是不要挑人家 你不要挑你自己 你就不會挑人家 因為我是那種很會挑自己的人 我隨時隨時就覺得 你今天這做不好 你的計劃 就是一直在檢討自己 我覺得就是 我要放掉這些東西 做帶員工也是 就是我以前也會像你剛剛講說 就是語助詞 會去叼人家語助詞 比如說不要這樣給我 不要這樣回我 你是不是那時候 我沒有個員工 然後我說 你以後就回答我好就好了 對 可是這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你發那個命令下去 然後他就變似不像 然後他超不快的 然後你也知道他這是怕你 對 所以我覺得我後來跟保姆 打到一個就是很好的標準是 我有點會放掉他 我會讓他做自己 對 就是一的用他 一的讓他做自己 他沒有第二條路 他不可能變機器人 比如說 他不可能 像有個舉個例子來講 我看電視的時候 很不喜歡人家在我旁邊講話 可是這是我的看電視的方式 他可能不是 所以有一次我就在看電視 然後他就開始在跟他在那邊玩 然後我突然炸掉 因為我可能就是很多累積 我就會說 不要吵我 可是他這個不要吵我 他可能不理解 他可能因為我在生氣 可是其實我就是不喜歡 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有人在吵我 他對著你講話 不是 沒有他是在跟小開心玩 你懂嗎 可是這就是我在學習的就是 可是你沒有先說 我沒有 所以我才說你很好 你會跟你媽媽講說 要先說 早上有人打擾我 然後這個時間 不要跟我講話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像他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你放空 先把你的Raw Set好 當然這不是Raw 但是就是因為畢竟在同一個家裡面 對 你會天天介紹他 那有一些點 你不想要有這種小火花抹茶的話 那就先讓對方好意的知道你的個性 對 就是像比如說我不喜歡 我沒有親戚阿姨 我不喜歡他在我在的時候吸塵器 對 那我就會跟他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 我覺得要講清楚 然後好好說話 然後不要挑人家 是 就好了 對不要有情緒的說 然後不要對小孩的事情太嚴格執著 一定要怎麼帶 就是natural 一點 對 因為像有些人會讀這個書 然後就說我一定要A代法 一定要B 那你就很難找到保姆了 或是你就會變成是一個 要一個機器人保姆 他完全不能有自己有任何其他的 對 那個專業 他自己的一些方法的話 你這樣子就是 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 你說一是一的人 對對對 可是也是有這種人 也是有這種人 也是找到 這種訓練而已 對 媽媽心部分結束 我要睡著了 來 我沒想到我裡面先裡面再來會 我們是開一集媽媽媽心 要裡面一點的東西嗎 有嗎 因為他第一次都很那個 我看一下 媽媽心在佔20%到30%就可以了 好媽媽有一個成員 過了50% 我就會有一點 就是OK 我很願意分享 我知道我感受到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切斷你 好 那這個就是 我打嗝都不好意思 常看到你們分享男女事 有件跟男友的親密事 想請教你 這我想回 這我想回 如果是你會怎麼做呢 跟男友在一起已經三年了 最近一年我們親密時 他都躺著不太動 等我服務 以前他都會互相 但現在都不會了 他只說他老了 這個跟老有關係嗎 沒有 久了 我心裡好失落 我也想要有人服務我一下 但我又不知道怎麼開口 裡面先生怎麼開口 就是要溝通 好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問題要怎麼辦呢 但我也想問你 你有把你的感受讓他知道嗎 就是你真的內心感 你覺得自己很不備受尊重 你也很希望被人家服務 你希望可以 跟他一樣 可以透過這件事情 讓你感覺到愛 你應該讓你的情緒 還有讓你的想法 如實的讓他知道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如果他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是你們沟通上而問 但如果他知道了 他也是執意這樣做的話 好 那我也覺得就是這段感情 好像也差不多 因為你們一定不只 在這件事情上不和 你們一定很多生活上 瑣碎其他事情 一定也沒有那麼的和 而且甚至你可能很多事 都在忍受他 讓著他 我的看法是怎樣 By the way 他說他男友48歲 他45歲 他都中年人了 只想說之前都會 為什麼現在都沒人 我又不想去不好的地方 他不想去不好的地方 那他要去哪 你不想去舒服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很互相 因為像我以前也是屬於服務型的 對我會幫老公出很多 可是像我現在又懷孕了 大個肚子容易累 我也好懶 就是很懶啊 對啊然後 怎麼辦 當然如果 因為我現在會預設立場 假設我現在反過來 就是我是他講的那個懶的 然後老公是他 對不對 老公老婆還跟我說 但他剛剛講到年紀 我又有點原諒他了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年紀不是問題 像有些60歲也很厲害 我覺得年紀這件事 我們先拿掉 我們先不管年紀 不要自己設想 不要貼標籤 對不要自己覺得自己 雖然很年輕OK 只是累 就拍了一片啊 是啊 就比如說 剛好 像我就是剛好懷孕 然後真的 我前一陣子都沒有幸運 就是很明顯的 我沒有幸運 對然後 像我老公也很體諒我啊 他也不會就是 欸老婆 可是我懂就是 如果你真的那麼有需求的話 你要讓他指導是第一點 然後好好聊個天 說老公我真正想你點我下面 然後如果真的 親愛的 哈囉我不要 如果 沒有來看我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但你還是真的很愛這個人 你們除了這個之外 像我上次都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去買情緒用品 自己來 對對對 或是當自己的BOSS 對 我也是剛剛這樣想 當自己的BOSS 對 或是你老公很舒服 你老公很喜歡 你老公很喜歡吃巧克力 你就說老公 我最近塗了一個巧克力在下面 好聰明喔 對 就是你要想方法 你是反而是甜點 你不要自己 其實就是你不要自己negative了 因為你現在就 好煩惱 他會不會想到別的地方 他會給我什麼惡奶 隨便亂講 其實就像你年輕 比較自然一點 就解決問題 或是你有時候 自己去勾他一下 我覺得也可以 對 我覺得你要別人服務你之前 你自己也要先服務別人 因為我覺得女生 可能就怕主動 嗯 就好像很淫蕩 可是他有講他說他會 但是他就不 不互相了 他還有在服務他 都是他 所以啦 來第一件事 溝通 溝通如果沒有效的話 當自己的主人 自己 而且我覺得 溝通不是只是 在講床室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生活的壓力 會反應到床上 譬如說如果 像我之前有看一個 我有跟你分享 就是那個人 他其實是因為 他覺得他每天工作很辛苦 然後他在外面已經 要養家 然後壓力很大 然後他其實 知道老婆想要 可是他不想給他 是因為他覺得 如果連這個都給你的話 那我不就是 付出太多了 所以他有點是在用這個方式 就是在威脅 懲罰老婆 對 有點覺得 你太幸福了 那個是一個電視 在講這個 然後我就覺得 也有人這樣子 然後 做和愛有必要壓力那麼大嗎 對他可能會覺得 那你都想要 你都有 我賺錢養你 然後養家裡 養小孩 然後你整在家裡 然後你晚上還要我服務你 那這樣不就是 太便宜了嗎 當個大氣點的男生吧 不一定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可以去談一些 是不是你們生活上 有哪一方面 那個男生覺得 他可能壓力很大 然後他希望 多一點關心 什麼之類的 簡單來講 就是溝通啦 然後你永遠不要在床頭上面 只當一個被服務的人 請你偶爾也要動起來 服務別人 除非你有特殊狀況 好 可是先講溝通 不是說什麼 比如說像 假假現在不跟我愛愛 我是那個他 我是45歲 這是他老公 好 有些人覺得溝通 就是就可能會說 你現在都不碰我 不是這種 我講的是譬如說 約個dinner 然後聊聊天 然後就說 就是不要在床上當下 一定要解決這件事情 好像就是一定要他承認他 不ok 你懂嗎 就因為很多女生去踩 很多人會踩那個線 約他一起看一篇 你們女生最會 你們女生最會 咄咄逼人啊 可是有些男生 不要講女生 有些男生也是 會啊 有一些人 特別喜歡踩線 對啊 我剛剛講女生 女生這個有點失禮 就是我覺得男女都會 就是記得在吵架的時候 還有在溝通的時候 不要一直試探別人的底線 因為這對溝通一點意義都沒有 是是是 請為了舊事情 舊事情的論點去解決事情 譬如說 我覺得約吃飯很好 或約喝一杯 對 也很好啊 對啊 或是就你在淫蕩一點 再試一些別的方便 像剛剛看一片 一起看一片 對或者是一起 像我最近就常約老公說 我們去租飯店 對 因為小朋友在家 我好分心喔 我老公也是 有時候很好笑 就是我們有時候 好幾次兩個就在那邊約 然後有一些情緒來 然後小朋友就 欸一聲 然後你就 哇好激喔 立刻激 你們不是還有一次 在那個flur的時候 然後小開去推門進來 對 你講一下那個故事好不好 他很愛推門 就我們正好要這樣 然後小開去突然就 因為我們家門用推的 然後小開就推了一下 力氣也蠻大的 然後我們倆這樣 有個難一點的問題 嗯 難一點的好 OK好 那就 19歲遇到男友 並交往到現在 我很愛他 但是有時候想到 萬一我要 跟他生活一輩子 有點可怕 講好多 對啊生活 等一下這個很奇怪 從19歲 跟他到現在 就是在 你也沒有說幾年了 然後呢 好你們未來有婚姻打算 你覺得跟他相處在一起 一輩子很可怕 是因為你只有這個 一次的sex experience 因為他是由最開始 所以可能就等於 他是他的first boyfriend OK 那我是你我就會先 但如果你爽就好啊 你用那麼久 代表他也很好用啊 所以何必擔心 他沒有比較過啊 但是像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也有 不是煩惱 但是我也有想過 比如說我跟Marco結婚以後 我是不是就一個對象 可是我跟Marco討論以後 如果我們就是 年紀大了 想少吃雞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 很多可以商量 Open relationship 哈哈哈 不是說真的 原來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 我不知道 你有問過我嗎 寶貝 有吧 我們有聊過這題啊 對不對 不是說一定想要跟別人愛 不是這種東西 就是如果你的sex 好啦 反正就是you never know 就是你如果 就像他剛剛講 有些人就是一輩子用一個也沒有關係啊 對啊 一定要嘗試很多 可是如果你真的心裡面 你覺得舒服就好啊 有疙瘩的話 我是建議你才19歲啦 就是 我是建議你啦 多看一點沒關係 看歌 看哥哥 來都出國 我覺得像Rachel這樣子差不多 就是 不用試過了 對不用到試什麼 沒有很多 大疙瘩也有試過兩三個 而且有帥哥 對 有不同型的 所以他在聊天的時候 他有東西可以聊 但也不用到 好像一定要去教很多很多個這樣子 對 對 可是No judge 我覺得很多個也很厲害 就是follow your heart 所以我就覺得 你想太多 你現在才19歲 你就have fun就好啦 你現在也沒有 而且我覺得他不一定在講床事 他可能只是覺得就是 難道我就跟這個人嗎 喔 這不是一定只有講床事 不一定 因為他就說 我怕我會跟他 那我覺得你有這個想法 那就不一定要結婚啊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 就我們討論過 你有懷疑其實就 不是 對啊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你就先分手一陣子嘛 去外面 就是約會看新的人 你才知道你會想要吃什麼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關係在一起太久 你會有時候連自己 想要吃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世界真的很大 雖然現在是疫情不能飛 可是真的很大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 對 好 好 如果遇到另一半 那性慾很強 可是又不打算要孩子 喜歡內涉 內涉 又強迫服緊急避孕藥 你會怎麼溝通 去死啊 叫他去死 這個太自私了 所有的男孩子 不要當這種自私男友 自私老公 因為對你來說是 射一下就沒有了事情 可是女生後續要做的 而且你知道吃避孕藥有多傷身體 所以如果你是個幸運很高漲人 那你剛好不把你自己 就是去結紮掉 這樣大家都開心啊 而且你要怎麼樣內涉都可以啊 對啊 你可以把你自己結紮掉 如果你沒生完小孩 以後沒有生小孩的規劃的話 對啊 如果你要那麼自私的話 那你就應該 把問題 就是從解決自己身上的問題開始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問這些問題 就是好好 就是譬如說 因為這是女生問 對啊廢話 但是呢 你怎麼會同意讓你男友做這樣的事情 你這樣子跟自己講話 我覺得就是要去想一下 如果今天這是你女兒的煩惱 Yeah 你怎麼想 沒錯 你換位思考 但maybe這是年輕人 他根本想不到 也不覺得自己未來未來未來 但是就是 好 所以我覺得以上 如果你是這樣男人 你性慾很好 然後很愛內涉 然後常常叫女友吃服侍或病院 請你去結紮 一了百了 好 我覺得這一題我想要 不會 大家也知道你的個性 這一題很短 可是我想要提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牽涉到很大的一個 很深的一個題材 好期待喔快點 因為和爸爸關係疏離 而不信任親密關係 哇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 帶給你的傷害 你有什麼看法 我其實覺得這真的是很深 是喔 而且是真的很相關 所以我也在 每天都覺得很好 生命很好玩 這要慢慢去結的 我覺得是我在原生家庭受過的傷 可能父母曾經講過的話 或親戚曾經講過的話 其實很多人覺得小孩子不懂 其實小孩子都懂 這會在你身體裡面種下一個因 所以照著你講 大家會有這個果 我其實蠻建議你可以去看心理醫生的 因為這種事情可大可小 當然在國外我們可以用更自由的方式去 讓自己不要想那麼多 可是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覺得如果他影響到你的生活 或讓你真的很沒有辦法去信任 真的信任一個男生 我覺得你可以尋求專業的協助 嗯 是 我覺得就是要慢慢去跟自己 就是很對話 像我常常會在心裡面跟自己對話 比如說我對我爸爸有一段時間是憤怒 我很愛他 但是我對他就是很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會覺得他好像沒有陪伴我 嗯 然後我不要你只要給我一些經濟的能力 我要你花時間陪我 這是我 有一段很深很深的東西 可是回過頭來看 我一點都不敢因為我爸爸 就是 我有家庭以後我才看到 就是等我有 嗯 可是這是不是因為你有期望 就像 對 你對於事情有期望 就讓你覺得你應該要這樣 爸爸本來就應該要給我愛 對 就是要讓我感受到無止境的愛 可是其實 爸爸也是凡人 他不一定 他可能覺得他給了 可是你接受不到 這個是 怎麼講 就是 是你對於這段關係的一個期望 嗯 那不代表 就跟男朋友也很像 一樣啊 對啊 你會覺得你應該要這樣對我啊 可是其實沒有人 應該要怎麼對 對 其實這一切都是每個人 只是有緣分在一起 像有些人跟爸爸關係很不好 那就沒有關係 也不用修復 一定要怎麼修復 可是你不用恨他 因為 你恨他你只會讓你自己很難受 而且他也沒有欠你 老實講 他只是生下來是個體 雖然因為他傷害你 那是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個體 就像 爸爸他也沒有當過爸爸 所以他 只會把你當作是 真的 就是他 他盡他的能力了 對 然後我就有看過 有一個人說過 他說 其實父母 就是 他 他 你跟 你除了從小到大跟父母很好 然後你覺得你得到很多關愛 很好 很完整的話 那你是很幸運的人 但是 人有很多階段 你可能以後 有另外一個家庭 那 其實 你就不用一直去去 就是去想到說 我上一段的那個原生家庭 沒有給我這個愛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帶到 就像你上一任的感情 不會影響到你下一任的 會不會想要更好 對 所以這是分開來的 不能把他因為這個關係 你得不到 所以就帶到你 所有跟任何人的關係 跟任何你遇到的人 對 朋友啊 另一半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很多 因為原生家庭的這種痛啊 是 我覺得真的是 也會變成一種猶豫症 是很多人 很多人 他 他 他根本 沒有辦法靠自我意識去放下這個 所以我才為什麼說 我一定要尋求專業協助 因為 因為我也不知道可以怎麼樣幫 因為我身份表真的有因為 小時候 跟父母的關係 所以長大真的是 也是單身很久 然後進到疫情就很害怕 不快樂 對 然後他不相信這世界上有所謂的 relationship這個東西 所以這種時候 我就只能 請你去看 心理醫生 我覺得會 會幫助你很大 然後希望你可以走出來好不好 對 盡量對 是啊 最好是這樣 沒有所謂的傷跟痛會是一輩子 但你有沒有想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而且我也蠻建議你要展望未來的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展望未來 那你上什麼時候愛愛的 老公我們上什麼時候愛愛的 上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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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你呢 Rachel 你上什麼時候愛愛的 不記得 不記得 所以 上禮拜吧 上禮拜 對 上禮拜好像很好用是不是 問我 問我 你什麼時候愛愛的 完全忘記了 已經太久了 趕快去愛愛啊 不要 2020好威脅喔 喔 所以也會因為這個 這個疫情你也會怕 當然 我當然會怕 因為台灣不是比較安全嗎 嗯 但我不相信 我 我不相信 真的沒有 也沒關係 好啦 看到老公就會莫名的不耐煩 明明他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點點點點點 那你要去檢討你自己 你自己都想說這種話 他是厭世啊 他現在就在厭世這種 那你要檢討你自己 因為因為我問問題的時候 是說大家有什麼煩惱 所以他可能就把煩惱丟出來了 喔 是啊 對 我覺得當你覺得 人家看起來很討厭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生氣你自己 你自己才討厭 對 你自己不討厭 就是你在生氣你自己 你自己才討厭 對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對身邊的人 或是員工啊 媽媽啊 對阿康就有發現 當你在檢討別人的時候 你在怒怒你自己 其實你那時候就是很討厭的一個人 對啊 就是挑剔人啊 對 然後你把別人逼到 他也要變得很討厭 然後你就情緒勒索他嘛 你就要照著我講的做 你不照著我講的做 你就開除 你就對 就是不行這樣 他不要那麼有情緒好不好 OK 可是我也理解 因為現在就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 就越辛苦 越要實實的 跟自己講說 提醒自己 肯定的 everything will be ok 不要急 有一個創業的 有人問 就是創業遇到困難的時候 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有遇到一些困難 就創業的階段 其實大家看我好像表面都沒有說 其實我每天也都是好像在坐雲霄飛車 創業就是會這樣子 沒辦法 因為 你就是在拿 你就是在賭 沒有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就是我一定贏錢 一定賺錢 或是一定怎麼樣 就是創業就是好像在賭博一樣 所以我們也常常在深呼吸啊 可是你生氣也沒有用 煩惱也沒有用 你只能去處理它解決它 嗯 然後想盡辦法讓大家加入這個團隊一起解決 嗯 因為這樣才有意義嘛對不對 比如說啊好我 就是 這都是團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創業 雖然有可能是一個人啦 可是那你的team就是你自己 那你就要跟自己有很大的 一直喊話說 你OK 你想的idea都是好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覺得 job自己 就說啊 我這個idea一定超瞎的 或是很丟臉什麼 其實沒有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你的idea是好的 然後就是繼續keep it就好 對 因為一定有人會欣賞你嘛 對 你不一定要說我要變成那個大眾 大眾大家都喜歡的 然後怎麼樣賺大錢 可是就是 只要你講出你的真心 然後一定會有人appreciate 儘管是一兩個人 對慢慢累積 你會跟他對話到 對 會有連結的 你們在2020快結束之前 有沒有什麼感想 即將對大家說的話 你妹妹妹先來 就是 我不 我自己是剛好沒有因為這個疫情 而被影響到太多負面的地方 因為 就我老公很幸運的就是剛好在台灣 所以 我也從來沒有跟他在一個城市待過 一起 在一起這麼久 真的耶 好可愛喔 已經快一年了 那有想要殺了對方嗎 不會 我覺得每天都很幸福 然後 因為我們是很互相 就像他在工作 他就會去另外一個房間 或是他就是去外面咖啡廳 就是 然後我們就分開 然後你也不是那種 一直陪我陪我的那種 對 你就會 我去做自己的事 因為我們常常就是 睡前就是他在打他的電動 然後我就看我的YouTube 然後我們就 就是 就是在同一個床上 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很好 然後有很多很多溝通 很多了解對方更多的地方 然後也讓 真的婚姻 真的我們因為去年結婚了嘛 所以就可以很完整的感受到 然後如果真的住在一起婚姻生活的面貌 面貌 對 所以這就是 2020年當然我希望世界和平 然後 對 大家都安全就好 真的 Kathy妳呢 我就是希望 世界上煩惱的人 可以不要再 就是煩惱自己 不要再掐自己 因為我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曾經是那種 一直會掐自己的人 所以我說 像半夜會有人跟我求救說 我快死了什麼 我都可以 覺得有這麼一個人 就會有這麼的 這麼多人 在受這個苦 沒錯 然後上次還聽到老公講說 日本的自殺潮 就是自殺的人 跟 因為得到 這個病毒的人 不是不是 就是這段時間 就是 在日本當然 環境比較憂鬱嘛 所以 他們算 自殺潮 自殺潮比 那個疫情死掉還好高 哇 都聽到這個會雞皮疙瘩 因為你會覺得 每個人生命都這麼可貴 可是大家卻 不知道怎麼救自己 因為只有你可以救你自己 就像我們錄一堆影片 或是很多人跟你聊天 很多姊妹 家人 你還是覺得寂寞的話 就表示你只有你可以救你自己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要跟自己講說 你很好 永遠都要提醒自己 然後那個蝴蝶擁抱法 那部那個 我是神經病那部講的 就是蝴蝶擁抱法 那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 這樣也可以 像我有時候 我會跟我自己 很深的講話說 你OK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覺得真的要自己想辦法 療癒你自己 對 沒錯 自我療癒很重要 我覺得2020真的是 真的是從我出生到現在 非常奇特的一年 因為真的是 什麼事都遇到了 包括有很多人的 離開不管是名人 或者是我周遭的親戚 然後 以及這次的病毒 然後世界的局勢也在變 所以我覺得2020就是 讓我們來彼此檢視自己 也檢視我們的人生 到底什麼叫做愛 不管是跟家人的愛 跟朋友的愛 因為越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想的 我腦中浮現的畫面 都是那些我 愛的人 然後才知道原來 原來我們平常覺得很 吹手可得 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實他很有可能會 一夕之間被 被摧毀 或不再了 所以 我覺得也是個很好的時局 提醒我們大家 要珍惜現在 以及珍惜你周遭的 所有的人 不管是你的家人 你的愛人 你的朋友 任何你真愛的事情 你們都應該去珍惜 然後 互相幫忙 對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 互相幫忙 真的 放下自己 就是挑剔啊 完美主義啊 互相幫忙 因為 就沒有什麼好說的啊 每天其實可以過完一天 已經很幸福了 我覺得抱著感恩的心也蠻重要的 嗯 而且就是 去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嗯 不要什麼 爸爸媽媽 不要犧牲 對 然後 對啊 找到你真正想活的價值 對啊 包括我們剛剛回答到所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問的問題 都是來自於 別人帶給我的 別人讓我覺得怎麼樣 對 或我因為誰覺得怎麼樣 可是你有沒有想辦法讓自己可以堅強到 不要為這些事受影響 我每天 我可能生活上 遇到的難搞的客戶 或者是 種種 其實我遇到也蠻多的 可是我已經習慣讓自己用一個很堅強的心去 就是 人生就會發生這種事 但我知道 我要把我自己調整好 我才可以去迎接每個挑戰 所以 Anyway 2021我們會更好的 謝謝大家你們的陪伴 好不好 愛你們 我想再送給大家一句話 張爸爸說的 複雜的是 簡單處理 OK 複雜的是簡單處理 掰掰 掰掰